你怎么会在这儿 怕你孤单 谁派你来的 我自己 你在这儿究竟想干嘛 刚才不是说了 怕你孤单 你 想帮我 对 我想帮你 为什么 这你不用问 不信 那你信什么 我什么都不相信 吃吧 放心 没毒 从小到大 我一只鸟都没杀过 对了 你吃完了饭 到底想干什么呀 吃完了饭 就会放里睡觉 好啊 好啊 那这顿饭算我请你的 好啊 就算你请的 我真不明白 你为什么非要去见马一道 如果老爷没死 你把他救出来了 你自己怎么办 你是个聪明人 应该看得出来 苏家的人都很怕你 他们是想借这个机会把你除掉 好 不管你有什么目的 把命保住是最要紧的 趁大伙不在 你赶紧走吧 走得远远的 永远别再回来 二少爷 二少爷 我想呢 你是弄错了 我呢 哪儿也不会去 我给你银子 我明天早上再给你银子 小鬼 想过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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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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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怎么会在这儿 怕你孤单 你 想帮我 对 我想帮你 救命啊 救命啊 出人命啦 怎么了 说话呀 人呢 不 不 走 走 老兄 请问你一件事 什么事啊 你们这儿有卖老酒的吗 已经卖光了 那你知不知道黑英帮 明媛 紫桃 别动 我说了你不应该来这儿的 请问 钱拿来了吗 我们要见苏老爷 见人 马上给钱 想见人 你们一点规矩都不懂吗 马爷什么时候耍过来了 拿到钱就放人 不拿钱就撕票 连你们一起撕 钱呢 不见人 绝不给钱 那你就死吧 古一太 老爷 你怎么又回来了 上次马爷放过了你 是让你把那个贾老爷送回苏府 让苏家的人平一平 苏家没有了苏老爷 日子还走过 是不是大梁倒了 他们才会知道 苏老爷到底值多少钱 三千两黄金不多吗 啊 苏老爷还说了 这回还是武一太来的 嘿嘿 果然没说错 到底还是您来了 武一太 你真是武一太 你的意思是 苏老爷没有死 那还用问 既然还活着 就让他出来见我们一面 见了面 让二少爷回去取钱 我留在这儿 三千两黄金 一分钱不会少你们 这不合规矩 不带钱 你们就死定了 规矩是人定的 既是买卖 就应该见货付钱 现在不让我们见老爷 难道说 老爷已经不在世上了 如果老爷不在世上 还要我们拿三千两黄金 这才叫不合规矩 马爷在江湖上 是讲信誉的人 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 马爷当然是 讲信誉的人了 马爷的信誉就一条 见钱付货 告诉你们要带钱来 你们不带 不讲信誉的是你们 不是马爷 那就对不起了 其实啊 我也不想杀你们 如果你们的命 掌握在我的手上 我会慈悲为怀 可是很不幸 我只是一个执行命令的人 不过还有机会 如果你能告诉我 你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来到苏家大院 来到苏家大院 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你还会活下来的 你刚才都说了 他就是武义太吗 既然他是的话 你为什么还要这么问 没你的事 如果我不是武义太 我现在敢在这儿吗 到现在了 你还嘴硬呢 那就怪不得我了 我给你最后三个数的时间 等一下 这事和他没有关系 放了他 不 你们要杀的话 杀我 不要杀他 明远 一个也不留 一 我就说了 你不应该来的 我不好 我知道你对我好 二 为了你 我死而无害 无疑 就是